开车没有三宝 不分老幼 不分年龄 安全对每个人都一样 那年轻人啊 其实开车 选车买车都是大事 但是 真会要来告诉我们 对台湾年轻人来讲 大家真的应该要紧张了吗 为什么 我们要从这一张图来看起 君祥我们看一下 这只非常可爱的狗狗 你注意到了吗 它的脚 哦不 它的手 它的手 上面带着什么 圈起来这什么东西啊 你看哦 它带着这个东西 哇 你注意到了吗 你看白色的表带 狗狗戴Apple Watch 你看这个Apple Watch 是不是我跟你讲 就是库克手上带的 一模一样的表带 这个苹果的粉丝 当下还等不到 这一只挂在手上 俊相 我必须要讲 今天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 最激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真愿意 当这一只狗 你知道吗 目前为止 不仅要说 全台湾 你去问你所有周遭的朋友 有谁拥有Apple Watch 它已经开卖了 在全球中国大陆 日本好几个地方都有 可是你问 制造这一只Apple Watch的 郭台铭 郭董事长 他手上有没有 他没有 那你告诉我 这个毛小孩主人是谁 炫富成这个样子 没错 你知道他本来打算 让他四只 全部通通挂上 可是他觉得 他抛在微博上 太炫富了 现在已经很超过了 所以他就带他两只而已 你不要看 那主人到底是谁呢 他的主人 当然就是鼎鼎大名的王思聪 王思聪是个谁 各位 王思聪 他现在他的父亲 最重要的是 他这只狗狗的父亲 就是王思聪 这狗小姐 王思聪呢 就是现在 全大陆最新的首富 中国靠房地产起家 中国万达集团的董事长 王建林 他上个月才刚来台湾 所以各位 我们看到了这个 毛小孩的主人 就这个年轻人 他27岁 27岁而已 厉害的不是他 是他爸爸 他有个副爸爸 全中国的最新首富 万达集团董事长 那带了这个 Apple Watch的 这只可爱的小狗 是他的狗女儿 你看他狗女儿 获得什么待遇 住在豪宅里面 天天逛豪宅 而且你看他还带粉底包包 他还拥有 这最顶级 养狗的人都会知道 BV的饲料碗 无不精品 无不让人觉得 哇真的是人不如狗啊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只有一个想法 是 新中国的崛起 首富富二代摸摸席 所以他们养的狗狗 脚上戴的Apple Watch 都比郭台铭的手 都来得贵 那这位 我们看到这只 好命的狗狗 脚上的两个Apple Watch 的后面 怎么会cue到台湾年轻人 该担心了吗 为什么 因为新中国的崛起 很多的富豪 摸摸席 他们的富二代 这么年纪轻轻 他们要靠什么 不是靠炒房 当然就是炒股 好 像大陆也有很多 不靠杯的 也就是不靠爸的 这些年轻人 他们靠什么呢 靠炒股 你知道吗 在温州大学 今天最新的新闻 温州大学 它的城市学院 金融分院 你知道它整个金融学院 里面在干嘛 它里面其中有个班 里面全部的学生 大学生 一半以上 全部都在炒股 一半以上都在炒股 炒杯股 炒这个 深圳的股市 全部都在炒股 不是他们在神沙里头 本业不就应该念书吗 是 但是念书可以慢慢念 但是现在股票的时机 不掌握 以后一辈子后悔 你知道他们 百分之七十五 整个全大三 在这个温州 以前不是炒房吗 对 现在专门炒股 这温州人呢 大学生果然不得了 他炒股的这方式 整个全 大三学生哦 全部哦 大概里面有七成五 好 你看 这七成五左右 全部 通通都在耗子里面 开了户 你开户了没有 你可以看到 我没有 没有 他有 我告诉你 你来看这个monitor 每一个都在 耗子里面的动态 分分秒秒掌握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的大学生炒股 炒到什么程度 是 你知道他现在 拿父亲的零用钱 上课全部都在炒股 拿零用钱 赚得在股市捞到的金 他现在已经可以 开投资公司了 直接到股市里面 去炒股 不要小看这些大学生 有些因为这样子 这样沾沾沾 滚个几圈 已经是小富豪 小小富豪 一个一个蹦出来了 你认为只有大学生 在炒股吗 要不然呢 错了 他连高中生都在炒股 右边的这边 你可以看到 更稚嫩的脸庞 他们在看什么 有没有看到 红的绿的 全部都盯着股市 全部都看A股 你知道吗 他们的高中生 我们当然听到最新的消息 他们的高中生 因为他年纪还未满18岁 他不能够直接去开户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就去偷他爸爸的 身份证 跑来开户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吗 整个事情 讯号在告诉我们 对岸的青年 他们在做什么呢 那他们 你认为他们只有炒房炒股吗 错了 他们的本事 有的人不完全要靠他爸爸 也不完全要靠炒股 他们要靠什么 靠自己 他们学一技之长 你知道吗 打播机师 我们可以cue一下 一个重要的画面 是中国 这个蓝祥 技校 这个他们有一个广告 非常的有意思 他里面的这个 我们看 他里面的成员 冲出来的这个学生 成千上万 那个镜头 非常的非常的震撼 然后我们看到里面的 一大群学 你看到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 蓝祥技校 里面的那个同学啊 哇 成千上万哦 冲出来干嘛 他们要当 阿基师 就像阿基师这样 专门 你看 工厂有没有 他们的领导出来了 除神训练班 除神要训练班 而且他你看 挖土机有没有 挖土机 他至少上千台的挖土机 全部都在现场 他们要地有地 要这个挖土机 有挖土机 他训练到 你知道工人 你看 他现在还有这种技校 技校的学生 他开出来的挖土机 这个是变形金刚吗 这就是现在中国学生 正在做的事情 那军校 那军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 你可以看到 学生们要嘛炒股 要嘛大家抢做 大老板 小老板 这是人家的年轻人 他们的下一代 那台湾的下一代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 带你来看看 好辛苦啊 他们将抢当除神 居然只有两成的人 冲破了层层考验 那剩下人怎么办 他们真的很苦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峻相 带你挖真相 也不是说要长他人志气 刚刚看了对岸年轻人 各个抢当小老板 小霸王 台湾的年轻人呢 就在今天 有人在大陆炒股 忙着为他未来事业铺路 但是台湾的年轻人 在哪里呢 我们看这张图 今天最新的数字 这光是 大家很多人 都想当阿基塞 大家都想当 吴黄春 除神嘛 名利双收 对不对 但是说实在 梦容易做 路不好走 你看啊 刚开始有了阿基师 他们这些 这个很好的例子 成台湾之光 结果呢 他们的餐饮科 从六个学校 103个班 增加到九校 135个班 这明显的增幅 有增加 没有错 但是你看 最重要的数据出来了 根据台北市的教育局 他最近的资料统计 去年全是八个餐饮学校 毕业生 他总够1000多人 1362人 结果就业找到工作 应该很多人吧 结果直接就业的 真正去当厨师的 只有289人 怎么会 一记再三不就是 最厉害的一个训练了吗 对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为什么不想当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们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你知道真正很好的厨师 他们可以当 你知道顶级的 全世界的厨神 他是身价32亿 每个人都希望 往这个前方走 问题是这些孩子 他们居然连洗盘子的 这关关的 这考验都不过 你认为只有他们的问题吗 其实但环境不好 他们必须要考虑到 我的未来 如果这个环境不好 请问我当出来当厨师 哪个地方会收容我 这就是 最厉害的一个训练了吗